近年来文清风盛行 台中市的文创旅店也如雨后春笋般的兴起 加上自由行的旅客不断增加 强调设计文清风格的小型旅店也因此备受青睐 其中为在西区的一家文旅就和在地艺文团体合作 不定期的举办展览 而且还自己发行台中旅游讯息以及住店的问路人 随时解答旅客对台中的大小疑问 一走进大门迎面而来的不是服务生 而是带着抱同帽的问路人 想知道台中市有哪些地方吃喝玩乐 问他准没错 而且更特别的是 店内还专门设计城市地图导览 只要按图所记 就能走访台中大小角落 我们会去搜集当地非常丰富的一些旅游咨询 比如说吃的 喝的 玩的 买的 甚至艺文资讯 然后可以发送给旅客 那旅客不用那么担忧说 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然后你可以很快的迅速了解说 在地有什么吃喝玩乐的资讯 这是我们最大的功用 当初是看那个秦梅草物到附近的 然后就寻找附近的旅店 然后刚好看到台中鸟日志 对 然后这边的话 又有跟附近的周边的一些文创作结合 所以就选了这家 随着文创产业发烧 加上自由行旅客不断增加 强调整体设计 文青风格的文创旅店也陆续开幕 为在西区的一家旅店 就和在地艺文团体结合 不定期举办展览 而店内也随处可见台中各个角度的照片 本身除了旅店之外 我们也串联当地串联整个街阔 然后让这个因为旅行的人们 是每天都来新的人不一样 然后我们把这个影响力扩大 让诚意文旅能够影响到周边的店家 都能够让旅客们能够有 有不错的一个接近性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导览地图 所以我们做很多的活动 事实上都是为了让旅客更清静在地 更了解台中这块土地上 有发生了很多美好的人事物 和在地艺术家合作打造艺术客房 目前台中市区约有超过 一百家旅店 其中中西区旧城区就占了将近五成 旅店不再只是旅途的休息站 反而肩负了为外来访客 提供一个深度体验 认识老台中的观光责任 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